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电脑将永远不会安全 永远啊 永远啊 其实就是网络安全啊 他用where never be 那这一篇呢是在这一期经济学院的第七页 他谈的其实是一个网络安全的迷思 小标题写的是说呢 其实呢电脑从来都不会安全 要应对这个风险 其实需要的是经济手段 而不是我们以为的technology 就是技术的手段 那文章一开始他提到说 其实电脑安全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我们姑且去看一看去年发生的事情 一个网络窃盗 从孟加拉的中央银行 窃走了8100万美元 对啊 美国的电信公司Varizon 以48亿美元收购Yahoo的交易 差点因为两起大规模的数据泄漏而泡汤 更不要提俄罗斯的骇客 干扰了美国的总统大选 在这些头条以外 一个利用电脑敲诈勒索 甚至雇用骇客和数位商品去嚣张的Black Market 就是黑市 其实越来越繁荣 这个问题还会进一步的恶化 电脑的应用途径日益增多 他们不但可以帮我们处理信用卡的详细信息 还有数据库之类的抽象数据 还涉及到真实世界里的物品 还有脆弱的Human Being 就是人体 现在的汽车呢 就是装在轮子上的一台电脑 而飞机是插上翅膀的电脑 而物联网的到来 更会让所有的物品都联系上了电脑运算和互联网 从道路的标示 核磁共振的扫描仪 到假抑制 到胰岛线素 没有证据可以表明 这些装置会比桌面电脑更安全 骇客甚至已经证明 他们能够远程控制连网的汽车 还有你心脏跳动的起算器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人们很容易会认为 只要有了更多的技术魔法 而且呼吁大家提高警觉 安全问题就不重要了 而且很多的企业 对待安全问题的态度也不够认真 这种意识需要一种长期培养的偏执 而科技界以外的各个企业 更不会自然而然的拥有这种特质 那各种各样的企业都应该采纳 像bug bounty 就是所谓的漏洞悬赏 这样子的一个举措 去鼓励企业里面 发现缺陷的那种正派骇客 来帮助我们 这样才被人利用之前 就可以把漏洞给补修好 这些我们称之为叫做白骇客 白骇客 但是不可能让电脑的运算百分之百的安全 软体设计是非常复杂的 Google在各种产品中都必须处理20亿的 这个所谓的原代码 那出错在所难免 一个普通程序一般就有14个不同的安全隐患 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被非法迁入 这种弱点因为互联网的面世而雪上加霜 因为对互联网而言 安全是事后才会去想的事情 那这并不表示已经无计可思 我们遭遇诈欺 车祸 坏天气的风险 同样没有办法完全规避 不过社会各界已经研究出 管理这类风险的种种办法 他们譬如从政府的监管 到使用的法定责任 甚至保险的设计 来鼓励更安全的行为 先要从监管开始 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应该要克制 会让事情恶化的举动 譬如说恐怖袭击 常常会引发 削弱加密的呼声 因为政府认为 只有削弱加密 这样才能够让安保部门 更好的监控个人 有没有人在做坏事 但削弱加密 不可能只针对恐怖分子 譬如说保护WhatsApp 这些短信的程序安全的措施 也在用于保护银行交易 和网上的身份信息 对每个人都做好加密 网路安全才能达到 最好的一个保护 第二个要务 是应该设立 基本的产品法规 缺乏专业知识 常常会阻碍 电脑用户保护自己 因此政府应当 推进计算的 所谓的Public Health 公共健康 他们可以要求 连网装置 发现漏洞时 你必须马上补修 还有更新 还可以强迫用户 修改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 以及在美国各州 已经实施的报告法 要求公司必须披露 他们的产品 被骇客攻击的情况 这鼓励他们解决问题 而不是隐秘不报 但制定最低标准的作用 也就这么多而已 电脑安全的普遍问题 是人们实在缺乏动力 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用户永远无法自我保护 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因为骇客入侵遭受损害的 往往不是被骇客设备的所有者 想想那些感染了恶意软件 攻击其他目标的僵尸网路 就是你的客户 其实是最大的一受害者 更重要的是 软体行业几十年来 都拒绝为产品问题 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这种做法 只对他们自己有好处 只有公司能相对自由的推出 有待完善的新产品 矽谷这种所谓快速推进 破除成规的创新方式 才能够有结果 但是这一点很快将失去意义 随着电脑运算扩展到 已经建立的责任制度的产品 比如说汽车或家用电品 这些行业的免责声明 会变得越来越违背已有的法律 各个企业应当认识到 如果法庭没有强制推定法定责任 公众舆论也会这么做 很多电脑安全专家 对比了20世纪60年代 美国汽车业的情况 当时汽车行业忽视安全问题 已经长达几十年 一直到1965年 所谓的有一个作者叫 Rof Nader 出版了一个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的书 这本书揭示了 而且痛斥了汽车制造业的懒散 第二年政府开始采取强硬手段 出台了 你必须要设立安全带 投整这些法规 现在我们想看看 如果自动驾驶汽车 在导致首例儿童死亡之后 这种要求的立法呼声 必定会变得更大 索性网络安全保险 这个虽然小 却不断发展的市场 提供了一个方法 可以在保护消费者的同时 保持电脑行业的创新能力 产品无法正常工作 或是经常被骇客攻击的企业 会面临保费上涨 这会敦促它解决问题 采取了合理措施来保障安全 但仍然遭到伤害的企业 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 免于破产 也正是在这里 一些免赔的责任 或许可以协商解决 在这方面也有先例 上世纪80年代 当美国的轻型飞机制造企业 面临巨额索赔 以至整个行业 都有破产风险时 政府更改的法律 限制了他们在旧产品上 应付的责任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今天电脑安全问题 已经变得非常严峻 原因之一 便是因为互联网的兴起 极少有人认真 去看待这个问题 这种状况还情有可原 既然如今后果 已经开始慢慢闲漏 漏洞和骇客攻击带来的风险 也会变得越来越巨大 那么就没有理由 我们再去重蹈负责 但改变观念 改变行为 都需要经济手段及工具 而不仅仅是靠技术人员 或技术手段 所以他所谓的经济手段 是指说 我们必须 可是他这听起来 还是政府规定 他其实 开场白就说了 其实We'll never be safe 所以我觉得 其实是没有solution 但是他勉强从文章里面 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说 你政府对企业的监管 你要去要求 第二个 你企业要自发性的一些 所谓的做法 第三个 唯一听起来还有建设性的 就是已经有些保险出现了 可是这也是属于事后修补 所以其实 整个文章 还是封面故事那句话 它只是在提醒我们 互联网兴起 你以前 电脑以前就有漏洞 现在的电脑更不安全 对 因为要求一般民众 拥有电脑安全的知识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对 而且越方便 大家那个警戒性就越低 真的 真的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那个银行开始有那个 叫网路 叫网路密码 网路电脑 我以前就不敢用 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用 没错 但是你去问比我们小十几岁 二十岁 他会说 你还没有用 他们已经完全不觉得会出问题 你知道吧 而且在中国大陆 如果没有网路电脑 简直没办法活 对不对 对 就是没有那个 开网路银行 简直没办法活 对不对 对 真的很麻烦 对啊 所以大家变成 在台湾还可以 在大陆简直不可以 也是可以 你就跟很多老人去排队 还是有啊 大陆还是有很多 六十岁以上的 他只相信存折 可是现在很多 大陆银行已经没有存折 可是 像那个四大行 他们有个特别规定 你年龄如果六十岁以上 你可以申请存折 六十岁以下不准申请存折 他有照年龄规定啊 对 因为老年人 你不给他存折 他会闹 他觉得他没有安全感 所以这就是世代差异 没办法 而且 我发现大陆的银行 收的手续费都好高 对啊 他其实鼓励你去往网络 或者互联网去做 因为这样 他的人工成本可以降低 而且不是只有大陆如此 后来发现美国也是如此 难怪他们的电子支付 会发展的那么样子的顺畅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 倒有蛮有警示之中的意义 因为其实他确实是个问题 你知道吧 对啦 大家因为方便了 都忽视他的risk 可是其实他是一直有在发生事情的 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 倒是我觉得现在没有做到的 建设性 更建设性的 就是呢 软体公司所提供的软体 如果有明显的可害的瑕疵的话 他要不要负担责任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 如果要求他要负担责任 如果要求他要负担责任的话 他们所推出来的产品 就会更安全 相对安全 对啊 而且他们就会不断的抓漏洞 他们就会雇用更多的白骇客 然后帮自己抓漏洞 然后随时补 不要等着黑骇客来 这个害我的这个 这个客户这样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 就是他讲的经济手段 比较有建设性 那软体公司 他当然可以去买保险 那这时候保险公司 也会聘雇更多的白骇客 然后去测试他的客户 会不会容易被害 因为他就不需要赔钱 他先找到漏洞 然后要求改变 你若不改变 我就不赔偿 什么等等之类 这就是经济手段 没错 好 因为未来的物联网时代 会很可怕 对不对 因为你想想看 你身体里面的一些 有关健康的东西 也可以被害 对啊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心率调整的 那个 那个仪器 可以被害 多可怕 对不对 那自驾车 对不对 也可以被害 这样子 我们家里头 我们现在说 有那个家庭助理 然后可以帮你开冷气啊 开电视啊 你刚才讲一声 他就开冷气 开冷气 还可以远端遥控 你可以远端遥控 别人可不可以远端遥控你呢 对不对 好 未来世代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你要挑选的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 是要谈由欧盟来主导全球贸易 你做得到吗 这个伦敦金融时报这个社论的观点啊 我觉得蛮特别的 他主要是在谈呢 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几乎都睁大眼在看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会怎么样 中美关系会怎么样 那伦敦金融时报在社论里面发表说 他发现其实最近这半年 欧盟慢慢的用宁敬革命在做一些动作 哦真的吗 对 那小标题呢 他就是这样写 他写说 欧洲的宁敬革命正在想方设法去协调出一个更好的贸易领导方式 就是想抢那个领导权杖 我们看看他的内容 他说今年1月川普入主白宫的时候 他的政府对现状最大的威胁就是他在贸易领域不停的放话 那他表示呢 贸易协定就是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叫NAFTA 整体上是欺骗了美国 让美国失去了就业和出口 因此川普就誓言要修改这个规定 如果必要的话 他甚至决定要单方面强制修改NAFTA 那两个多月过去了 贸易政策制定者的圈子普遍的感觉是非常困惑 因为川普确实说到说到 他立刻让美国退出了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并要求跟NAFTA的另外两个成员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这个协议 但目前还不清楚的是 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希望摧毁 还有重建整个贸易的治理架构 而不是对这一个架构进行审慎的重新设计 川普把中国视为美国在决定世界贸易规则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 但在大西洋的另外一岸 欧盟正在悄悄的着手签署其他的贸易协定 并把他自己制定的标准 想方设法扩展到世界各地 即便没有协定的正式认可 欧洲的规则也慢慢好像成为了 有时候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陆型经济体的标准 白宫在修改NAFTA方面的政策还不清楚 一份最近流传的政策文件似乎表明 他只想进行轻微的调整 实际上鉴于这个协议是在1994年签署的 不论在经济和技术状况确实已经发生改变 这个事态很可能也受到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欢迎 但白宫方面后来又表示 那是一份过时的文件 其实实际建议将会激进的多 而旨在迫使制造业生产回流美国 这会是非常愚蠢的一个做法 NAFTA为高效供应链的创建提供了便利 尤其是对汽车业 高效的供应链往往会把劳动密集性生产环节 搬到墨西哥 而且让美国专注于附加价值更高的生产环节 试图让人力回归美国可能适得其反 墨西哥的很大一部分汽车产量的销往NAFTA以外的地区 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该国和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 如果需要的话 墨西哥还能够加入NAFTA以外的供应网络 凑巧的是 墨西哥官员上周正在布鲁塞尔修订欧盟和墨西哥 在2000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 内里的氛围就变得非常的和缓 欧盟永远不会取代美国成为墨西哥的主要贸易伙伴 这主要是因为地理因素 但在布鲁塞尔上演的事情 的确表明 布鲁塞尔更为有条不问的做法 可以带来有用的见证效益 在川普让美国退出TPP的同时 欧盟却同时跟日本签署了贸易协定 而日本是TPP中除美国以外最大的经济体 远超过其余的TPP成员国 所以人们就注意到 即便没有载入正式的贸易协定 欧盟似乎开始正在更全面 缜密的规则 往往在世界各地得到采用 例如 即便是美国跨国企业 也遵从欧盟的一个所谓 REACH化学品监管制度 无论他们在哪里营运 如果川普激进的重商主义 走向全球 并开启世界范围的贸易战 贸易的国际治理 就会面临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但如果欧盟能够在这个时候 跟贸易伙伴平和而理性的谈判中 取得逐渐的进展 欧盟监管原则 这一个东西的悄然推广 只会加速 所以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尽管川普跟他的官员 一直在抱怨就业流失 但他们采取的好战 自我削弱的做法 不仅在把阵地拱手 让给中国的北京 其实也不知不觉 在让给欧洲的布鲁塞尔 所以伦敦金融时报 非常看好 欧盟在全世界的贸易的 秩序的重新全球化的 推广的过程当中 欧盟应该可以扮演更好 更积极 更建设性的角色 对不对 对 不是只有北京嘛 对不对 对 好 我觉得伦敦金融时报呢 非常的 就努力的要在一切的坏消息当中 找到正面积极 这正向思考非常的好 但我觉得欧盟很难 因为欧盟自己内部 四分五裂 他现在要找的 不是对外的贸易秩序 他现在要找的是 对内的新的秩序 他们要赶快找到一个 能够凝聚内部而不会分裂的新方法 对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 如果是我下标题 我会下夹缝中杀出血路 你知道吗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是中国会拿出那个领导权 可是其实 奉行你也知道 很多西方国家跟民主国家对中国是有疑虑的 是啊 所以中国要把整碗整碗放去 其实没那么容易 那也没可能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欧盟虽然自己有很多问题 吃多少剩多少 没有一个国家地区没有问题 坦白说 那么 其实我觉得真正应该要去思考的是 我们自己这个国家 这个地区 面对全世界的变局的时候 我们的 我们的血路在哪里 我觉得现在最 其实我前一阵子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讲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 我们现在政党政治呢 如果真的有一个二字化的现象 就是没有人思考台湾的未来 没有 no one 一个都没有 这点才是让我觉得非常担心担忧的 尤其在看到全世界的变局这么大的时候 更让我悠心忡忡 是啊 嗯 好 哇 这一期经济学人跟中国有关的内容这么多 对 他虽然说有11篇 不过奉妮我给你讲 11篇 11篇 但是这一期在40页之后 有8篇文章 你知道在讲哪里吗 新安吗 讲珠江三角洲跟深圳 讲珠江三角洲跟深圳 对 他讲这个是全世界其实独一无二 他下的标题叫做 皇冠上的珍珠 他觉得他已经塑造了一个 局势无双的model 那里面就是去发片文章就是分析 他大概有哪些面向 我觉得倒可以看一看 因为其实过去台商 很多在蜀州 早期有一些在东莞 但是其实我们真正在深圳这个地方 着地的台商 其实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强 那很多在深圳那里比较了解的 可能是偏香港那里的 但是深圳其实这几年 有一个脱胎换骨 因为他在这一波劳动成本上涨的时候 他没有出事 他反而转型成功 那这是经济学生特别报道 去讲深圳 为什么可以做全世界 全世界的一个典范 好 等一下下一段 我们好好地来谈 因为我其实 之前在谈台湾低薪现象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辩论 就是说 那么我们把基本工资调高之后 台湾的经济就会变好吗 那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把基本工资调高了之后 然后经济反而变好的呢 那其实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例子 就是深圳 他真的是彻底的脱胎换骨 那他的彻底脱胎换骨 不是只有调高基本工资 当然不是 可是那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之一 他配合了其他的所有的手段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例子是真的很值得台湾来参考 因为就一个城市的转型成功来看 他最成功到目前21世纪来看 那其他的三篇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其实在中国篇这边有两篇 那第一篇 这个序论 我先讲序论还有一篇 第八页 它谈的还是中美关系 不过这一篇是带动了 带到了后面 他写深圳的这个特别报道 所以我们简单跟各位说一下 这篇的标题直接讲的是 Leveli and Odella 就是峡谷跟三角洲的对比 峡谷比喻的是西谷 三角洲是珠江三角洲 他用这个来比喻中美关系 他说川普和习近平都有证据表明 他们必须要去了解开放才是最有作用的 而不是一地的protection 那要分辨美国和中国总统的差别 曾经非常容易 我们只要知道 一个是强调自由市场和经济自由化的 另外一个是强调中央集权的 我们还可以说 一个是坚持民主跟法治的 一个是不接受外部的干预的自由的 但当川普和习近平 最近在佛罗里达的第一次会面 我们突然发现 好像所有的差异都不见了 那两个人其实都是strong man 都是强人政治 却都用国家手段对付外资企业 两个人都对开放有疑虑 中国用网络监测资本外流的管制 还有对外投资的限制 来管理所谓的中国 川普则希望工作人才和科技 留在美国 他把移民当作威胁 而不是机会 本周他已经开始严管工作签证 所以两个人看起来都喜欢建筑高墙 然后这篇文章主要是 分别去针对美国的矽谷 为什么成功 还有珠江三角洲 为什么引领中国的经济发展 做介绍它的模式和差异 那文章最后就提到 美国跟中国其实没有同比性 资本人才跟创意 仍然可以自由进出美国 中国跟外国的关系 只能算是半开放 虽然他们不是完全真心拥抱开放 但很明显的美国跟中国领导人 都在想办法化解差异 川普跟习近平虽然在海湖庄园见了面 但他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矽谷跟珠江三角洲是怎么成功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比较深谈深圳的 这个珠江三角洲模式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是 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其实我们就还是先把 这个他既然提到 他拿珠江三角洲 去跟美国的矽谷 来做对比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先来看 你整理的这八篇的内容 我们来谈好了 好呀 好呀 他因为八篇非常的多 所以我大概 把他整个八篇看完之后 我把他 summary了一下 跟各位讲大概的内容的一些 很感谢你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八篇分别是什么 他第一篇谈的是 皇冠上的珍珠 谈的就是珠江三角洲 上面的深圳 那另外他是告诉我们 第二篇在告诉我们 中国是怎么去运作他的 他甚至认为 中国的其他地区 也正在开始学习 深圳的珠江三角洲 那第三篇谈的是 他在亚洲怎么去推广 怎么透过亚洲 譬如他输出工作机会 但是很多的产品 还是在中国生产 这样的方式 慢慢扩展到亚洲 还有他在整个珠江三角洲 基础建设是怎么建立的 第五篇谈的是 他跟澳门怎么连结 透过恒情 还有他怎么透过自动化 去升级 他怎么透过创新 最后他怎么 现在怎么透过 跟香港的连结 来推动深圳的发展 这是这八篇文章的内容 那我把他上面里之后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内容大概是这样 他文章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深圳曾经是全世界 最大的山寨手机的生产市场 但是今天经济学人 赞誉他 在全球4300个经济特区中 深圳是最突出 最成功的一个 深圳从山寨到创新 走出了引以为傲的 创新驱动发展 创造了深圳奇迹 珠江三小洲 今天的GDP是1.2兆美元 已经超过印尼 而大家要知道 印尼的人口是 珠江三小洲的四倍 过去十年 珠江三小洲的GDP 每年增长12% 深圳已经从一个小渔村 变成了全球最具 创新意识的城市 而珠江三小洲的面积 不到中国的1% 人口不到全中国的5% 他却贡献了 全中国GDP的10% 深圳的创新战略 主要是吸引了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2015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去拜访的时候的一个感觉 他在从深圳回来之后 回到北京 他就在国务院开始 鼓励创新创业 为中国大陆的经济 转型升级作为新引擎 随即在当年的3月 在全国的两会 他首次把创业创新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并宣示要启动 全中国的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这在我们节目中谈过很多次 那大陆的两会之后 他就开始憧憬一个 创新创业的黄金时代 而深圳提早起步 加速达政 另外经济学院在文章里面 还提出 在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国家 每个国家至少都有一个经济特区 这种经济特区热 也让人误以为 我只要寄出税收 还有关税政策 简化通关和监管 就是旧经济的特效要 然而在全球 4300个经济特区中 失败的例子是占大部分的 深圳成功的第一个重要因素 是珠江三角洲的生产效率 过去十年 虽然人工成本 人民币汇率都大幅增长 但是从单人的生产效率来看 珠江三角洲的劳动成本 还是很低很低的 虽然东南亚 绝对的人工成本比较低 但是从生产效率来看 还是比不上珠江三角洲 有些地方仅仅是人工便宜 但是供应链 物流效率和珠江三角洲 都没有办法比较 另外一个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制造升级 珠江三角洲也带动了这类升级 我们看到的是 机器人占比越来越高 而且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需求国 从Apple的产业链 我们就能够看到 整个中国在Apple代工的产业链中 是越来越高端 最后一个因素 是因为它本身的创新力 深圳有腾讯 有华为 有一大批创新力很强的企业 他们过去几年 在智慧财产的申请不断加深 也证明了整个珠江三角洲 创新能力的坚强 从全中国来看 也是在深圳 它大幅超过了上海 北京和广州 其他国家 我们来看一看 像印度就设立了几百个经济特区 光在马哈拉斯特拉特首邦 孟买 就广达60多个经济特区 但是几乎都人烟罕见 非洲国家也在搞经济特区 但是重看不重用 简直就是没罪 然而唯一创造奇迹的深圳 却带给了东非国家 坦尚尼亚一线升级 坦尚尼亚的总理就曾经说 从国家战略发展专案开发的 所谓八家莫约经济特区 要百分之百复制中国深圳 意思它有可能成为 非洲的第一个山寨深圳 坦尚尼亚出口加工区的管理局主席 在三月底也代表 大陆江苏长州招商引资 强调开放市场 将大陆的一带一路进入非洲 经济特区虽然是市场发展的捷径 但风险也很大 很多特区沦为洗钱 伪报进出口的窗口 更因此付出就业和投资 双重衰退的代价 因此深圳特区在全球经济特区中 发展能独占凹头 深圳模式的成功在强化竞争力 和减少贸易壁垒 这种模式要在全中国进行改革转型 也是中国下一个的引擎 另外在工业化时代 高端制造业必不考少的技术和文化 通常常于富裕国家的工厂 通信费用大降之后 这一类知识的流动变得更畅通 西方跨国企业也开始 把生产业和供应链分拆外包 中国曾经是这个过程的受益者 发达国家的工业知识 跟竹江三角洲的低工资 形成了完美的组合 这个地区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 满足了富裕国家无穷无尽的需求 因此这个效率之轴的另一大受益者 其实是西方消费者 到如今轴的两头似乎摇摇晃晃 中国制造业成本已经比东南亚高出很多 富裕国家对来自中国的产品 受阻于经济低迷 对自由贸易的热情也削减 可是中国的出口业都面临这个问题 竹江三角洲尤为严峻 为了这个方式 当地那些适应力强的制造企业开始转型 他们怎么转型呢 他们转得干净利落 他们把部分的生产转到临近更便宜的地区 并把出口转向国内不断扩大庞大的市场 沃根就有一个case study 把它取名叫中国2.0版出现了 工资水平猛涨之后 专家曾经预言竹江三角洲完蛋了 但如今竹江三角洲已经顺势改变成为 更多样化的一个地方 尽管近年来有很多的困难 中国企业仍然是全球制造业之王 德勤每三年调查全球500多名企业的主管 请他们依据制造业的实力为各国排名 在去年的最近报告之中 德勤的报告评比 中国击败了美国 德国 日本 仍然是榜首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珠江三角洲并没有 如一些人的预料那样被掏空 一些高度劳动密集的产业确实离开 但多数公司留了下来 他们把主要业务留在珠江三角洲 同时把一些东西移到更便宜的地方减少风险 此类投资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为轴心的轴指扶条 物流业片部及珠江三角洲的各种模式 开始产生的变迁 譬如说有一个美国的企业家 在最后他就提到 他的一些客户在越南北部增设工厂 内的货物一天就能到达珠江三角洲 而珠江三角洲的物实多样化战略 已经造就了一个适应力更强的区域性生产网络 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性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增强 好这个区域他现在的这个国民生产毛额 其实已经达到了一兆美元了 对不对 我们的GDP大概是五千万美元 五千亿啦五千亿 对不起五千亿美元 所以他其实已经是台湾的一倍了 一倍多 所以我其实我不是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谈这件事情 不是目的是要为了什么长他人之气啊 什么灭自己的不是而是说 他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对不对 而且就在我们的眼前过去这十年 其实并没有很长的时间 只有在短短的十年之内发生的 那他的当然我觉得这里面 没有很细腻的去介绍 深圳还有做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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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事情这样子 除了工资上涨这件事情 每年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速度上涨 在其他国家会觉得不可思议这样子 但是呢 他在配上了就是他很多的这个 奖励创新的一些做法啦等等 然后他跟企业的一些合作啦等等 当然他有他这种中央集权 政治下的一些政策引导的这些状况 可是除此之外 其实他做的远远超过经济特区的一般做法 这也是我们台湾要思考的 就是我们不要再去讲什么园区啦 特区而已了 除非我们下定决心升级转型 而且我们下定决心有一些真的属于 他必须要去 他必须要离开的的产业 我们必须让他离开 可是我们要有新的产业进来 我们没有下定决心喔 就只能看到别人一直跑在前面 然后非常的羡慕 或者假装视而不见 不会啊 眼睛蒙起来 耳朵蒙起来就都不知道 就假装视而不见啊 对不对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觉得这八篇 甚至于到前面的第一篇 加起来九篇 其实值得好好看一看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人整理的这几篇文章 非常重要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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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